2017年12月25日晚 就在婚变新闻一年后 马荣再度登陆微博 首次发声阐明 在婚变事件中自己的态度 称其在十年婚姻和家庭生活中 生儿育女付出所有问心无愧 另外马荣也曝光了自己的微博小号 1月6日马荣再度更新微博 她分享自己惬意的生活 晒出自己做的晚餐照片 马荣现在顾得很开心 大家都以为她被唾弃 其实她有好朋友 最近她还在微博和好友互动 马荣在评论区和好友大情骂笑 看起来关系十分亲密 干男子曾在马荣王宝强离婚时 力挺马荣 她还称王宝强离婚声明 是一个相比野夫的野蛮报仇 有这样的好友力挺 难怪马荣现在过得这么开心 底气这么足了